好,再织一针反针 织一针反针 然后我们这边的中间的这个麻花怎么织呢 中间的这个麻花大家看好了 就是为了保持它保持点立体感的话 跟中间两个麻花区分开来 我们就第一次织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个针放到后面 从这边挑 这样挑过来 然后丢掉 然后我们从前面穿过来 这样 大家在织这个地方的时候看仔细了 不懂的就是把视频倒回去再重头看 大家在织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就把视频不懂的那个地方来来活活的多看几遍 然后这边就是这样 跟第一次一样 这样把这个针穿过来 然后丢掉 然后从这个上面 穿过来 这样吃 这样吃 好扭完 这边记得加针啊 加针套上去 这样 好第一次扭麻花就扭完了 我们六行扭一次的意思是 加上这个扭的这一行啊 加上扭的这一行也是在六行里面 扭的这一行也是在六行里面 大家这个千万别弄错了 就不是说扭完了这一次不算 这个也是算在六行里面的 我们这个加针总共要加到多少呢 总共要加到加11次 11次就是单边 加这个一次 就是加了这个一针就算一次 加11次总共就是加了11针 两边就是各加了11针 加完针之后 我们的针上的总针数是40针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减针了 好吧 这个第一次扭麻花就这样啊 扭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 别人说明上面 就是40码的18针 18针 然后加针之后 加几次针之后 开始收针 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加针 就是每次都加针 正面加针 加11次 就是针上的总针数是40针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收側面 大家记得啊 就是这样子 一直加一直加 就这样 到正面的时候一直加针 麻花正常针啊 六行针一次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边有写到 麻花六行针一次 麻花六行针一次 大家要是在织的过程中记不住的话 大家就可以买一个那个寄行器 买一个那个寄行器 然后可以就是来寄行数 这样就是对那些新手的姐妹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有那种专门卖寄行器的啊 然后拿回来 就是拿回来用 就是每织一行寄一次 这样可就不会弄混掉 它就这样织啊 每次到正面加针 每次到正面两边这边最后 最后一针的时候这边加针 然后正在这边的时候就这边加针 然后麻花是六行针一次 就一直加 加到针上的总针数是 呃 40针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告诉大家怎么收针 大家我就不跟这边 我就不跟大家一起织下去了啊 大家就按照我前面教的那个 一直知道 针上的总针数是40针的时候 好我们这边这个加针 已经加到针上40针了啊 总针数是40针 两边都加针到正面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收针 我们就是这个编织说明上面说的 加11次针之后开始收针 加了11次针之后 针上的总针数是40针 我们现在开始收啊 我们开始收这边 嗯 我们加针都是正常加的啊 加针是都要正常加针的 这边刚刚这一针没有织好 反过来把这针重新织一下 好我们现在开始收针了啊 收针怎么收 我们嗯 第一针加针都是要加的啊 两边加针都是正常加的 我们收针 我们收针这边的收针在这边 靠着这个麻花的这两针 每次收针都这样啊 靠着这个麻花的这两边 两边的这两针 这边是这样两针并掉 收针收掉 我们第一次织完 织完40针之后第一次收针 第一次收针的时候 我们就是正好到扭麻花的这个时候 正好到这个扭麻花的这个时候 调多了 然后这样把这两个针穿到针上来 所以这个地方 嗯就是麻花套下来的时候 一定要手按着 要不然很容易脱针 就这样跳到这边 直过来 这边收针就这样啊 两针并一针 加针都是要正常加的 好我们这边 麻花再扭过来 好我们这边麻花全部扭完 全部扭完我们这边收针 这边是在这个靠麻花的这边两针并掉 这边就是也是靠这边的麻花这边啊 然后把这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后面一针 然后把这个挑下来的这一针 套到这个针上面 这样并掉一针 好这边并针就是这样并啊 大家在收针的时候 千万不要弄错了 都是在麻花的这两边收 都在麻花的这两边收 好我们收针的同时 这边要加针了啊 都要加针了 这边都要加一针 我们这个收针是四行收一次 四行收一次啊 就这边大家看一下 我这下面有写到 简针是 就收针四行收一次 麻花是六行扭一次 大家这个一定不要搞混了啊 这个就是针的时候 别对这个就是 倒行倒行 扭麻花倒倒行 剪针 就对零基础的解面来说 可能刚开始针有点 就是记这个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要是觉得这个比较绕的话 可以先制其他的款 实在想制 怕记不住的话 就去买个寄航器 寄航器拿来寄 这个四行剪一次 也就包括了刚开始收的这一行 收的这一行 收的这一行 然后现在我们制回来 是第二行 收的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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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的这四行 包括了这边收过去一行 然后现在我们制回来是第二行 加针每次都要加啊 就这样 收针四行收一次 麻花是六行扭一次 大家这个次序千万不要记错了 我们现在收针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啊 收针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啊